普京最恨男人之一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传出在狱中人间蒸发 纳瓦尼团队证实一个礼拜联络不上他 这之前纳瓦尼团队才趁普京 宣布角逐大选之际高挂隐藏讯息的 QR马汉版要反普京 为了对抗普京纳瓦尼多次遇险 2017年遭波洒不明律期 2020年被神经毒攻击 大难不死后他还扮成特务高官 套话问出神经毒位置 纳瓦尼康复后坚持回国却被捕入狱 波津企业健康恶化开始头晕 还体重减轻 普京似乎打定主意要把纳瓦尼关到死 8月额外判处他19年徒刑 美国也开始担忧纳瓦尼的安危 另外俄罗斯在以哈战争上 态度明显反对以色列 气得纳瓦尼库致电表达不满 50分钟的对话上纳瓦尼库质疑 俄罗斯和伊朗越走越近 才是真正的危险关系 这新闻纵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